立法委员王宏为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召开记者会 针对明年军公教调薪 中央却只补助一半 仅情加几经费 中央也只答应给今年半年 王宏为痛批 113年军公教调薪 北市府预估预算大约就要22到24亿元 现在忽然砍半 是要地方政府去拿找钱 今年6月底 台北市政府 根据就是军公教调薪的部分 要求拜托中央能够比照111年 能够给予全额补助 这个是在今年6月底 台北市政府去跟行政院主计处 希望能够得到全额补助 这也是原理来办理 但是没有想到 在今年的7月4号 主计处就片面的说 你们要用自有裁员来筹措 然后规划中央是用办数来协助 而且说给你们办数已经够了 那其他的你们自己去自行想办法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也知道 在前不久 中央也宣布了 仅情加击要提高15% 而且追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发放 那么这个金额其实对地方来讲也是一笔大钱 那么现在中央对台北市 是承诺会给他们今年下半年8亿多 看一下 8亿2000万 但是我所了解 现在钱没有全部拨下去 那么绝大部分的钱是由台北市警察局自行的垫 垫 那么今年下半年中央说我愿意给你补助 那当然大家要问啊 大家都知道马上大家都编预算了 明年呢 明年的钱在哪里 既然中央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承诺 仅情加击提高15% 那么台北市是需要19亿7000万 将近20亿的钱 但是中央目前没有承诺 会全额补助 市议员徐巧新表示 中央喊出市府公务员调薪及仅情加击时 包括北市议员北市府都认为 会按往例全额补助 但中央忽然将财政负担丢给地方 相当不负责任 而罗志强表示 既然中央给出公务员调薪及仅情加击的承诺 就应该出钱买单 是希望能够帮台北市政府 向中央争取这笔预算 原因很简单 过去呢 再包含仅情的加击 包含军公教人员过去的调薪 都是由中央全额的补助地方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政府 中央政府喊出来 有仅情加击15% 以及呢 有公务人员调薪的时候 所有人 包含我们台北市的所有议员 还有台北市政府 都认为 这个政策按照网例 就是会全额补助 每一个县市政府 由每一个县市政府的财政规划 不管是蒋湾上任之后 他推动了 包含我们的育儿津贴的加码 或者是重摇金老金的发放 这个对于市民来说 都是有感而且需要的政策 可是当你突然外插了一个 警情加击15% 以及公务人员调薪 而你把财政的负担 就这样子丢给地方的时候 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 过去我们也看到 先前在这个所谓的交通 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PASS 也是类似的情况 地方明明我们出了是四成的钱 可是当时行政院一指公文来 要求所有的文宣 包含是台北市政府 出资宣传的宣传片 上面一定都要加行政院 否则不予补助 这个这次的情况也是相当类似的 中央政府喊出说 军公教调薪加码 本来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想好的政策 我们不分政党都来支持 可是当你好事只做一半的时候 还能称为好事吗 民进党为什么去年 军公教调薪的补助 他就全额补助 警情加急就很大方 而今年军公教调薪 就要违反惯例 硬是要台北市政府 出一半的钱 很简单嘛 去年开选举支票的时候 台北市正在选举啊 如果说今天他敢叫台北市出钱 那抱歉 那陈时中你还要选吗 今年选的不是台北市长 今天选是总统啊 反正陈时中也没当选台北市长啊 有庆差利啊 可是请问 这是一个执政党在做的事情吗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啦 就像今天 你动辄几十亿 而且不是今年喔 二十几亿军公教 加薪的增加的一个财务负担 那是连续性的 那是永久性的 那请问你要排挤台北市 多少的一些预算 王宏威要求 中央要有统一的军公教 调薪补助标准 并承诺明年全额补助 仅情加击 不能选前开支票 选后就不认账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